詞曲 李宗盛 劉篤 由我來講 这是昆明翠湖边上 音乐人崔剑的工作室 寻找中国西南与东南亚 跨境少数民族的民间音乐 是他这些年的工作方向 我名字叫崔剑 贵州人 然后主辈是水族 之前来云南 然后后面就来到云南以后 也是做了一个纪录片的 一个片花的一个曲子 它是一个跨境民族的一个纪录片 有东南亚的四个国家 联合起来做的一个纪录片 之前也没什么太机缘巧合的去接触 然后但是近距离的 通过上一个纪录片的工作的方式 才开始发现了民族音乐 里面有很多我没有深刻去探索到的一些东西 他们在这个难为 仅存在各种资格是 神称的一天 小康瓶 雷尔 神称的一天 神称的一天 在探索东南亚民间音乐的过程中 老挝阿卡族的多声不吾伴奏合唱 深深吸引着崔剑 再了解到阿卡族与中国的哈尼族 属于跨境少数民族 并且这种音乐形式的起源地之一 便在云南洪河州之后 它迫不及待地走进了这片 传承千年绵延至天际的梯田之中 很多人听了哈尼族的多声不演唱以后 都会被初次听的话都会被震撼到 但是都不是太了解 里面唱的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内容 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唱 这个东西是我们插压的时候 插的一个东西 它是我们边插压边唱歌 它是一个龙多中苍生的一个枸杞 是一个东西米歌 压苗有压怀 天神跟天神打交道 我们这个哈尼族 那我们参阳的时候 大声的大家的喊 大家的喊这个 就是 这名就是我们哈尼族 已经开始参阳了 那上天就是 上天就是会会保佑我们 就是除了在这个云南红河这边 然后就哈尼族的这个多声部 其他的地方也有这种演唱的这种形式吗 表达的内容形式上面也都是一样的吗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还是就是在劳作 然后又或者就是日常的哈尼族的这种生活 因为他们没有艺术形式 这是这么一个概念 敬畏的一些力量 敬畏的一些 然后尊重的一些力量 他们的每一个面孔 他们每一个表情 他们每一寸肌肤 那种人散发出来的那种力量 然后当你和他们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 你会发现 你和他们是一部分 那你会想加入他们 崔健说 未来他希望搭乘中老铁路列车 前往老窝 和当地的民间音乐人们 一块去交流 了解他们的音乐 也走进他们的生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